乘风2024即将迎来第五轮舞台公演 这档综艺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大部分姐姐参与录制的姐姐 都想凭借节目的热度翻红 能真正翻红的却少之又少 相比之下 本季节目却出现一个收获最大的姐姐 但这位姐姐却不是陈丽君 为何很多网友都表示 有时力却不如耍宝来得快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节目播出 共有21位姐姐成功进入第五轮舞台公演 姐姐们分为三团备战第五轮舞台公演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本季卫出现翻红的姐姐 却出现收获非常大的姐姐 这档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陈丽君参与录制获得极大的关注度 我们可以发现 在第一期节目中 陈丽君的镜头非常多 单初舞台结束后 陈昊与黑马话题却登上热搜 然后网友开始讨论 陈昊与是不是本季最大的黑马 很多网友都认为 本季最大的黑马是陈丽君 因为他是节目组放在明面上的黑马 在前两轮舞台公演中 陈丽君成为队长 但当他成为队员后 陈丽君的热度和关注度 却出现下降的趋势 最关键的是 因为身体原因 他不得不放弃粉丝 为自己争取到的全开卖的机会 陈丽君上重复2024 确实让自己被更多人看到 并宣传乐剧文化 但他不会成为冠军 会高位出道 初舞台公演结束后 陈昊与的人气和热度就开始上升 而他带领自己的团队获得胜利 不得不说 陈昊与凭借这档综艺收获是非常大的 碰巧的是 陈昊与主演的电影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也上线播出 如果陈昊与没有录制《乘风2024》 这部电影不会有现在的关注度 陈昊与获得关注 主要依靠自己的实力 相比之下 蔡文静却凭借讨喜出圈 这档综艺还没播出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关注蔡文静 认为她只是来玩一玩 可是通过观看节目 我们可以发现 蔡文静真的太有观众缘了 在第一轮舞台公演 蔡文静坚定地选择七微 两人直接组CP 要知道在《乘风2024》中 想要提升热度 组CP是最快的一条路 当大部分观众都以为 蔡文静将和七微绑定的时候 蔡文静却果断分开 因为她认为七微会有更好的选择 而离开七微的蔡文静 从二当家直接变成大当家 就算她不是专业的 但依旧可以将团队带领得很好 这让观众看到她的更多可能性 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中 蔡文静获得第四名 而她的排名始终都在上位圈 最关键的是 她为节目贡献很多意想不到的笑点 比如 古勇 当蔡文静凭借讨喜 获得越来越多的网友喜欢的时候 网友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一位排名层倒数的姐姐 静凭借耍宝获得关注 这位姐姐就是万妮达 不得不说 她也是一位非常有梗的姐姐 当万妮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部分网友发现一位有实力 却经常被忽略的姐姐 她就是孙夏琳 这位姐姐的实力真的很突出 每轮舞台公演都完成得很好 可惜的是 她的话题讨论度和关注度并不高 所以关注度比较低 幸运的是 她进入成浩宇团队 因为连续获得胜利 所以她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 说回直播赛 这个赛制还挺新颖的 摇人直第一的姐姐先出场 和第二名PK 赢了的继续比 输了的就下去 就这样一轮轮车轮战 看着就很刺激 最后拿第一的姐姐 不仅能给自己的队伍加20分 还能获得两个安全席位 这奖利可不小啊 那么姐妹们 你们觉得谁最有希望夺冠呢 古儿姐我呢 觉得七威姐姐可能性最大 毕竟人家一直是队长 气场就是不一样 而且呀 七威姐姐的舞台驾驭力 和现场发挥力都很强 在PK中肯定能占优势 当然啦 刘欣 商文杰这些实力派也不能小觑 他们唱功了得 魅力十足 说不定就能给大家一个惊喜呢 至于和姐 陈浩宇姐姐 虽然人气和实力都不错 但要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恐怕还得看运气了 不过呢 古儿姐相信 不管最后谁夺冠 姐姐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都会让我们大饱眼福的 说到这里 古儿姐突然想到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不也有类似的比赛吗 比如说民间的歌会 诗会 大家一起切磋记忆 互相欣赏 这不就和姐姐们的车轮战一曲同工吗 还有啊 在一些传统节日里 也经常会有各种才艺比拼 大家齐聚一堂 唱歌跳舞 好不热闹 这些传统习俗 不仅展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蕴 也体现了中华儿女积极向上 追求卓越的精神 姐妹们 你们说是吧 虽然时代在变 遗漏方式也在变 但这种精神却是永恒的 它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领域里不断进取 争取最好的结果 所以呀 古儿姐觉得 我们要向姐姐们学习 永远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勇于迎接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不管是工作 学习 还是感情 家庭 只要我们全力以赴 就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对了 说到家庭 古儿姐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暖心的新闻 是一对老夫妻的故事 他们结婚几十年了 彼此之间的感情依然那么好 老爷爷会在老奶奶生病时 不眠不休地照顾她 老奶奶呢 也会给老爷爷做她最爱吃的饭菜 他们互相扶持 共度风雨 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姐妹们 你们羡慕吗 古儿姐反正是羡慕到不行 但想要得到这样的爱情 我们就要学会付出 学会包容 只有你对她好 她才会对你更好 感情是相互的 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 所以呀 不管你现在是单身 还是已经有了另一半 都要记得多给对方一些关爱和温暖 只有这样 我们的感情才能像老夫妻那样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越来越甜蜜 哎呀 古儿姐一不小心就说远了 咱们还是回到成风2024的直播赛吧 说起来 这次的七位姐姐 还真是个有千秋啊 七位姐姐霸气十足 尚文杰姐姐姐温柔可人 刘欣姐姐姐YP帅诈 何杰姐姐姐甜美东人 还有陈浩宇 袁亚维 万妮达姐姐姐 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她们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样子 真的太美了 不过呢 古儿姐也要提醒大家 欣赏姐姐们的同时 也别忘了爱惜自己哦 最近啊 总有一些网友在评论区说一些过激的话 什么我要为姐姐而死 姐姐不夺冠我就去跳楼之类的 姐妹们 古儿姐知道你们是在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了 但生命可是比什么都宝贵的 可不能随便拿来开玩笑啊 再说了 咱们支持姐姐更应该用理性和爱心 而不是这种极端的方式 你们说是吧 还有啊 古儿姐看到有些粉丝为了给自家姐姐投票 花了大笔钱去买姻缘物品 甚至还有借钱的 姐妹们 古儿姐理解你们对偶像的喜爱之情 但是啊 理财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一个健康的经济基础 我们哪有闲钱去追星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不要因为追星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哦 说到理财 古儿姐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 就是记账 把每一笔开销都记录下来 这样不仅能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消费情况 还能及时调整不合理的地方 久而久之 我们的钱包就能慢慢鼓起来了 姐妹们有没有觉得 古儿姐今天的唠叨有点多 但这都是因为古儿姐太爱你们了 既希望你们能开开心心的追星 也希望你们的生活能越来越好 追星嘛 开心最重要 但生活中的其他事情 也都不能落下哦 好了 话题扯得有点远 我们说回直播赛吧 姐妹们 你们最期待哪两位姐姐同台PK呢 古儿姐我啊 超级想看七微和刘欣的对决 感觉那画面 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精彩 哈哈 古儿姐都有点小激动了呢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古儿姐相信 每一位姐姐都会在舞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 而我们呢 就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去支持她们 鼓励她们吧 因为她们的每一份努力 都值得被看见和认可 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试听盛宴吧 也让我们一起 向姐姐们学习 在生活中努力发光发热 成为最好的自己 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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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u